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怀孕后,老公劝我打掉孩子,转头却在医院碰见他陪白月光产检。 我火速转移财产出国旅游,归来后再见到他时,我却当场傻了。 我怀孕了,老公以为我睡着了,偷偷打电话,别担心,他的孩子我不准备要。 后来才知道,他是故意让我听到,因为他要和我离婚,理由是为了我好。 怀孕两个多月,上班的时候突然肚子疼,我心里一阵恐慌赶紧给老公打电话, 希望他陪我去医院检查,毕竟这个孩子我们盼了很久。 他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语气生硬。 蒸蒸,我正在开会,真的很忙。 你自己先去医院看看吧,我忙完马上过去。 我轻轻挂断电话,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 难道工作比孩子还重要吗? 我自己一个人去了医院,做完一系列检查。 走出医生办公室,却在走廊的尽头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我缓缓靠近,只见乔思白伴揽着一个孕妇的肩膀。 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温柔与关怀。 别担心,以后我就是你和孩子的依靠。 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这个女人是谁? 她为什么和乔思白在一起? 我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误会, 但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无法自欺欺人。 我们曾经的美好时光,那些甜蜜的拥抱, 深情的眼神都历历在目。 乔思白曾经对我说过, 她会永远爱我,守护我。 可是如今,她却站在另一个女人的身边, 温柔地安慰着她。 我感到一阵追心的疼痛从心底蔓延开来, 仿佛要将我撕裂成碎片。 可是我不能冲上去质问, 因为即便眼见为实, 我还是要给乔思白一个机会, 解释清楚这一切。 深吸一口气, 平复好心情, 我从另一个方向离开医院。 回去的路上, 看着车窗外穿梭的人流, 不自觉想起我们的初识。 我和乔思白是高中认识, 那一年, 学校突然要交资料费, 三百五十元。 而我一周的生活费只有二百元。 老师说回家去拿, 可我去哪里拿? 妈妈和爸爸离婚后, 为了养活我, 拼命赚钱, 只在周末回家。 每个周一, 我们都会分别, 他去几百里以外上班, 我回学校住校。 苏征, 就剩你的资料费没交了。 班长又在催。 我低着头, 双手紧紧搅着校服衣角, 窘迫地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帮他交吧。 乔思白站了起来, 接了老师手机打电话。 我呆呆地看着他, 他冲我笑笑走出教室。 我趴在窗户上, 看他走到校门口, 被他妈拎着耳朵骂, 可他只是笑。 后来我说以后会还钱给他。 他说, 我因为这些钱已经挨骂过了, 你还想让我再挨一顿? 苏征同学, 比起还钱, 不如你帮我补习英语吧。 我点头答应, 从此每个早晨, 我们都会先到教室。 他是天上的太阳, 而我只是树荫下的泥土。 每次心动, 我都会这样告诫自己, 不要吃心忘想。 然而到了高三最后一个月, 早上教室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 他突然说, 苏征同学, 我喜欢你, 不知有没有荣幸大学和你继续做校友。 我傻了眼, 紧张得脸色通红,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双手不停地搅着衣角, 连看他的勇气都没有。 心里像经历了一场大风暴, 疲累得几乎停止跳动。 乔思白, 喜欢我。 少年的爱恋向来短暂, 可乔思白却从未改变。 大学里, 无论多么优秀的女生向他表白, 他通通一句话拒绝, 对不起, 我有女朋友。 整整四年, 他从未和任何一个女生暧昧。 闺蜜感叹说, 像乔思白这种中央空调性格的男人, 竟然可以为了你拒绝整片森林, 真是绝了。 一直到他向我求婚, 我们结婚, 他的心理眼里都只有我一个。 大家都说男人婚前婚后两个样, 婚前是孙子, 婚后就变大爷了。 可是他没有, 婚后的他更是变本加厉对我好。 我不喜欢酒味, 他便借了酒。 出去聚餐, 朋友劝他喝酒, 他会正大光明地拒绝, 老婆管的盐, 不让喝酒。 疫情肆虐的时候, 他发烧三十九度多, 嗓子痛得说不出话, 却还会把最后的药留给我, 自己拼命喝水。 每天不管工作多累, 回到家总会给我做饭, 然后自己把婉具收拾干净。 他说他没有自我, 只有老婆。 老婆开心, 他就开心。 我也曾好奇问他, 为什么喜欢我? 他捧着我的脸, 盯着我的眼睛, 认真又深情, 高一开学, 我看到瘦弱像兔子般的你, 努力扛着一大包行李, 眼神坚定。 心想这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生, 跟了不起的我正好绝配。 我笑着倒在他怀里, 这样的他怎么可能出轨? 晚上, 他回来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动, 他放下包和外套, 看了看黑乎乎的厨房, 没做饭。 我不打算拐弯抹角, 四百, 你今天是不是去医院了? 他明显愣了一下, 垂下眼眸, 你都看到了。 不是否认, 不是辩解, 甚至没有问孩子怎么样。 我的心像忽然掉进冷水里, 瞬间就凉了。 他都不打算隐瞒一下吗? 他是谁? 我捏紧双手, 指甲狠狠掐着手心, 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狼狈。 蒸蒸, 你已经猜到了, 又何必问我? 眼泪终于忍不住留下来, 我不信。 四百, 我不信你会出轨。 四百,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可以陪你一起面对。 你不要用这种烂借口来骗我好不好。 他扯开我的手, 一字一句, 蒸蒸, 你太激动了, 等你冷静了, 我们再谈吧。 看他走向问口, 我冲过去抓住他的胳膊, 努力挤出几个字, 为什么? 他没有回头看我, 时间太久, 腻了, 然后打开门离开。 他走后, 我哭了很久, 直到筋疲力尽。 第二天的阳光洒进阳台, 我依然不相信他真的出轨。 我不相信他的借口, 直觉告诉我, 他一定是出事了。 我请了几天假, 偷偷跟在他后面。 为了不被发现, 我特意去车行租了车子。 他回家我便回家, 他出门我就出门。 我看到他和那个女人在窗帘后面拥吻, 看到他亲密地亲吻他的肚子, 看到他牵着他的手散步, 听他撒娇时笑得开怀, 他的眼里都是他, 再也看不到我了。 夜晚, 我坐在客厅里, 不愿开灯, 不想看见自己有多狼狈。 手机亮起, 臭八婆, 你怎么还不和丝白离婚? 天天跟在我们后面开心吗? 是他。 我瞳孔微缩, 微弱的灯光, 把我映照得像之可怖的鬼。 他竟然知道我跟着他们, 那乔丝白知道吗? 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发抖。 乔丝白知道他在抱着那女人亲吻的时候, 我在楼下淋雨吗? 知道他前程亲吻他肚子的时候, 我肚子里亦有他的孩子吗? 我的身体像至于鼠酒寒天的寒风里, 摇摆颤抖, 几乎失去了掌控自己的本能。 此时, 我不得不相信, 这个二十四孝好男人, 当代老公的典范, 也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他出轨了, 早晨, 他回来了, 怒气冲冲的模样。 我几乎忘了他以前有多爱笑。 苏征, 你什么意思? 我已经告诉你, 我就是出轨了, 你为什么还要跟踪我? 我不就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你至于闹得人尽皆知吗? 看着这张猙獰愤怒的脸, 我突然觉得好陌生。 他是乔斯白吗? 原来, 不爱了, 会让人出现另一幅面孔。 我垂下脑袋, 看着地板上的花纹, 这花纹, 还是我们一起设计定做的。 乔斯白, 我们离婚吧。 好, 他扯了扯领带, 点燃一支烟。 好, 孩子你可以生下来, 到时你不愿意养, 我来养。 呵, 我笑了, 睁大已经流不出泪的眼睛看他。 孩子, 乔斯白, 是你背叛了我们婚姻, 这个孩子还没出生, 就经历了家庭的破碎, 你觉得他愿意出生吗? 背弃他和他妈妈的你, 有什么资格来决定他的命运? 乔斯白身体僵了一下, 随即讹脚的青筋抱起, 这是我的孩子,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苏征, 我警告你, 必须把我的儿子生下来。 否则,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后退几步接起来, 喂, 宝贝, 好的我知道了, 我一会就给你送过去。 该怎么做?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说完他摔门而去, 呵, 真可笑, 这样的渣男我竟然爱了那么多年。 第二天晚上, 我下班回到家, 他竟然在家里, 确定他真的出轨, 再看到他, 我心里已经不再那么难受。 苏征, 既然决定离婚, 我们谈谈财产分割的事吧。 我走过去, 在沙发上坐下, 纯眼看着茶几上放着的离婚协议, 上面清楚地写着, 房子和他开的那辆车归他, 因为他比我工资高, 存款他八我二。 所以, 最后我得到的除了我开的那辆大众, 只有十万元存款。 呵, 果然, 男人一旦不爱了, 就会精明不少。 我把那份离婚协议撕碎, 扔到他面前。 我不会同意的。 乔四百, 你是过错方, 不是应该净身出户吗? 他突然不耐烦起来, 一脚踢开茶几, 站起来, 苏征, 这个家大部分钱都是我挣的, 房子也是我家买的。 你有什么? 是啊, 我有什么? 男人一旦眼里没了你,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抬起下巴看他, 那就走诉讼程序吧。 好, 那就打官司, 看谁怕谁。 他双目通红, 手指狠狠地指着我, 似乎下一秒 就要扑上来把我撕碎。 我找了私家侦探, 帮我搜集乔四百出轨的证据, 把照片发给乔四百, 告诉他要么重新分配财产, 要么走诉讼程序。 他是婚内出轨, 法律不会向着他, 这次我没有等来乔四百, 却等来了他的出轨对象。 早上我刚下楼, 准备去上班, 他就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甩了我一巴掌。 臭巴婆, 给你脸了是吧? 竟然还敢要财产? 老娘告诉你, 乔丝白的钱, 你一分也拿不到。 自己人老珠黄, 不知道照照镜子, 竟然还有脸跟我争。 你争得过吗? 我肚子里可是怀了他的儿子, 各种不堪的话从他嘴里吐出来, 像连珠炮一般打在我身上。 我没觉得痛, 却突然觉得好笑, 乔丝白出轨竟然找个这样的货色。 没想到他的品位竟变得如此不入流了。 你, 你笑什么? 哦, 我只是好奇现在的小姑娘都跟你一样, 没有脑子吗? 臭巴婆, 你敢骂我?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她张牙舞爪地冲上来, 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甩到一边。 难道不是吗? 就你这脑子, 使壳狼见了都得眼睛发亮。 一个垃圾捡就捡了, 还到处嚷嚷, 以捡到垃圾为荣。 你说你爸妈用那十分钟出去散散不多好, 非得生意妥使出来。 周围看热闹的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个个指着她议论纷纷。 她气得浑身发抖, 忽然就抱着肚子喊痛。 我站远一点, 大家都看到了, 我可没碰她。 这时, 乔斯白匆匆赶来, 扶起那个女人, 恶狠狠地看向我。 苏征, 是我出轨, 你有怨气冲我来? 拿一个孕妇撒气算什么本事? 不就是要钱吗? 我没想到你竟如此物质, 像钻进前眼里一样。 算了, 当我花钱买清净, 除了我那辆车, 其他的都给你。 从民政局出来, 我一眼就看到, 挺着运渡等在那里的女人。 那肚子得五六个月了吧? 原来爱情真的会让人变傻。 傻傻地相信自己, 选的男人不会是偷星的猫。 盲目地自信, 果然会蒙蔽双眼。 办完手续, 我去医院准备做人流。 换上无军服, 躺在手术台上, 看着天花板, 双手禁不住抓紧了两侧的扶手。 孩子, 妈妈要和你说再见了, 别怪妈妈。 下辈子投胎, 一定擦亮眼睛。 不, 人惯会演戏, 眼睛看到的就会是真的吗? 放松一下, 我要给你做树前消毒。 我深深呼出一口气, 慢慢让自己放松。 可是一口气没呼出来, 突然胸闷得厉害。 我捂住胸口, 忽然就变了脸色。 你怎么了? 胸闷, 我终究还是没有做成手术。 医生说这是心理反应, 我内心深处太渴望这个孩子, 不愿意他离开。 所以, 身体替我做了决定。 我抚摸着肚子, 我真的很想要这个孩子吗? 记得我和乔斯白大二 就在一起同居。 那时他对羽衣过敏, 我又怕中奖, 每次我们都战战兢兢。 还好同居三年, 一次都没有中招过。 那时是庆幸, 结了婚却开始犯愁。 两个人都去医院检查, 还好一切正常。 医生说是孩子和我们的缘分未到, 不要着急。 可现在孩子来了, 他却走了。 孩子啊, 你是不忍心我孤身一人, 来陪我的吗? 第二天, 我准备去上班, 没想到一出门就看到乔斯白。 不打算理他, 我绕过他去停车场取车。 他却忽然拉住我的胳膊, 蒸蒸, 听说你去了医院, 我用力甩开他。 对啊, 都离婚了, 你觉得我会留下你的孩子吗? 是, 是我不好, 可孩子是无辜的。 乔斯白红着眼睛, 像一头暴怒的狮子。 他冲上来, 抓住我的胳膊。 苏貞, 你怎么那么狠心? 那是我们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啊。 你怎么舍得? 够了。 我用力甩开他, 反手打了他一个巴掌, 乔斯白。 你混蛋, 你给我滚, 你打我。 你杀了我的孩子, 还敢打我? 苏貞, 没有人告诉过你, 男人的脸不能打吗? 他撸起袖子, 向我走来。 我突然心慌, 他不会是准备打我吧? 手不自觉地护住肚子, 慢慢往后退。 乔斯白, 你想干什么? 这里到处都有监控的。 监控能管得了我们夫妻闹矛盾吗? 我们离婚了。 乔斯白, 你别过来。 心里的恐惧和对乔斯白的失望透顶, 让我的身体止不住发抖, 努力祈求, 快点有人过来吧。 老天爷好像听到了我的祈求, 在乔斯白对我仰起巴掌的时候, 一辆车飞快而来, 急刹车停下。 乔斯白, 你在干什么? 是闺蜜阿月。 他提着一根棒球棒, 指着乔斯白, 我已经报警了, 你要么滚, 要么去警察局喝茶。 乔斯白狠狠地瞪了我们一眼, 转身离开。 阿月? 我抱着阿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蒸蒸, 到底怎么回事? 你昨天给我发信息说, 离婚了是怎么回事? 乔斯白是疯了吗? 听我说完这几天发生的事, 阿月气红了脸, 拎起棒球棒, 就要去追乔斯白。 我拉住他, 算了阿月,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想再跟他扯上任何关系。 乔斯白现在像个疯子, 我们不要因为他丢了素质。 阿月气愤的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真没想到乔斯白竟然也是一个渣男。 对了蒸蒸, 为了防止乔斯白再来找你的麻烦, 这段时间你先去我那里住吧, 我保护你。 我点头答应手俯上肚子, 我不怕他, 主要是怕他伤到孩子。 阿月瞪大眼睛, 你要留下他的孩子。 我摇摇头, 是孩子想留下陪我。 我搬到了阿月的公寓, 接下来的日子, 有闺蜜陪着, 我过得很平静。 生活里没有乔斯白的影子, 原来也不是不能接受。 孩子四个月的时候, 我去医院做运检。 竟然在医院门口, 碰到了乔斯白出轨的女人。 她穿着包臀裙, 高跟鞋, 走路急匆匆像风一样闪过。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对, 她的肚子呢? 按时间算, 现在应该八个月, 怎么会没有了呢? 回到家, 我跟闺蜜提起那个女人。 她恨恨地说, 谁知道呢? 婊子配狗, 天长地久, 人家坚强着呢? 用不着你瞎操心? 我哑然失笑。 突然手机响了, 显示一个陌生号码。 喂, 哪位? 蒸蒸, 我是妈妈。 我愣了一下, 阿姨, 我和乔斯白已经离婚了。 我知道, 蒸蒸, 我想见见你可以吗? 孩子, 孩子还好吗? 闺蜜突然怒了, 抢过电话, 你儿子出轨, 逼蒸蒸离婚, 你还有什么脸, 让他去见你? 都离婚了, 还有什么孩子? 早就冲医院下水道了, 说完就挂了电话, 看着他气得如同小苍兽, 鼻鼠般鼓鼓的双甲, 我觉得好笑。 阿月, 被出轨离婚的是我, 怎么你比我还生气? 乔阿姨一直对我很好, 你又何必迁怒他? 他点了点我的额头, 恨铁不成钢, 爱乌吉乌, 恨乌自然也吉乌, 懂不懂? 以后他叫你不许去。 我笑着点头, 他忽然抱住我, 蒸蒸, 没关系, 没有他, 你还有我, 我会陪你一辈子, 陪你一起养大孩子, 到时你当妈, 我当爸。 好, 泪水模糊眼眶, 这个世界终究给我留了一丝暖意。 周一去上班, 突然发现有几张图纸望在家里, 晚上下班后, 开车回家去拿。 推开书房的门, 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 乔思白似乎还坐在书桌前办公, 忍不住唾弃自己, 呸呸呸, 怎么还想那个渣男呢? 那几张图纸我是用家里的电脑画的, 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 忘记传到我邮箱了。 点击文件夹准备传图纸, 手一抖竟然点到旁边, 显示电脑有一个隐藏文件夹。 我皱起眉头, 电脑什么时候设置隐藏文件夹了? 家里的电脑是我俩公用的, 偶尔登登微信传文件, 从来不在这个上面工作, 不可能有什么隐私内容啊。 好奇心促使我点开文件夹进去, 当我看到里面内容的时候, 眼神一缩, 里面竟然全是乔斯白出轨的照片。 当初我是把照片发给他了, 可是后来他几乎没回过家, 什么时候把照片存在电脑上的? 移动鼠标, 看到文件夹的日期, 竟然比我发给他的时间要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光扫到电脑上的微信图标, 鬼使神差点开, 登录了他的微信。 上面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不久之前, 有一个备注四家侦探的账号引起我的注意。 四家侦探, 乔先生, 苏小姐联系我了。 乔斯白, 好, 我把照片发给你, 你直接给他。 四家侦探, 乔先生, 您为何要把这些证据交给苏小姐? 乔斯白, 注意你的职业素养, 管住你的好奇心。 我傻了, 原来我拿到的证据, 都是乔斯白提前准备好的。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突然一阵急促的手机零音响起, 我吓了一跳。 喂, 苏小姐吗? 林月小姐喝多了, 麻烦您来接她一下。 我来不及多想, 赶紧传了图纸, 关上电脑离开。 十点钟, 正是夜生活开始的黄金时间。 酒吧里人满为患, 我小心地避开晃动的人群, 寻找阿月的身影。 没有看到阿月, 却看到了乔斯白的女友。 他端着酒杯, 挂在一个男人脖子上, 含了酒味男人。 男人高兴了, 哈哈大笑, 好, 只要你今天好好陪我, 你开多少酒, 我喝多少。 谢谢老板。 他开心坏了, 更加卖力挂在男人身上。 我收回目光, 有些畅快, 又有些悲哀。 乔斯白为这么个女人抛弃一切, 真是有眼无珠。 可怜我与他效服到婚纱的爱情, 还有我们好不容易盼来的孩子, 竟然败在这么个女人手里。 心里却更加疑惑, 总感觉有一团迷雾遮住了我的眼睛, 让我看不清真相。 城市里的夜晚, 灯红酒绿, 绚烂夺目。 可谁又知道, 这份灿烂之下, 究竟藏着什么? 夜风袭袭, 从车窗吹进来, 竟是一份难得的宁静。 可是, 很快就有人打破了这份宁静。 我甚至来不及停车, 来不及提醒他窗户开着。 闺蜜那个酒鬼, 张口吐了我一车。 我, 忍着想吐得冲动, 把车开到最近的清洗店, 拖着闺蜜下了车。 第二天一早, 我去清洗店取了车, 正准备走, 忽然发现, 副驾驶上有一个U盘。 而我从来没见过那个U盘, 师傅, 这是你们的吗? 我举着U盘问洗车工, 他看了看, 不是, 是在你车座下面发现的, 以为是你吊下面的, 就给你剪上来了。 这东西吊的地方可真隐蔽, 要不是车里味道大, 我们全部拆下来洗, 估计你一年半载也发现不了。 我向洗车工道谢离开, 路上一直在想, 我什么时候买了这种U盘呢? 里面到底有什么? 晚上下班后, 我回到家里, 把U盘插上电脑。 文件夹里只有一段视频。 点开视频播放, 竟然出现了乔丝白的身影。 时间是晚上, 他在昏暗的路灯下, 坐在小区附近公园的长椅上, 手搓了搓脸, 扯出一抹笑容。 蒸蒸, 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 大概已经适应了没有我的生活。 我希望你一直都可以平安快乐。 蒸蒸, 我不想再让你因为我伤心, 可是我是那么爱你, 不想带着你对我的误会进坟墓。 蒸蒸, 我好爱好爱你, 从来没有动摇过半分。 如果不是老天跟我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我如何舍得让自己在你心里蒙上尘埃? 他垂头抓了抓头发, 声音哽咽起来, 眼睛也红得厉害。 蒸蒸, 跟你提离婚, 我的心如同被刀子一片片切开。 可是我不能因为舍不得就把你绑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每次看到你跟在我们身后, 我都差点忍不住冲回去抱住你, 告诉你, 我最爱的只有你。 可是我不能。 几个月前公司体检, 我查出了癌症, 已接近晚期。 蒸蒸, 我没几个月生命了, 可你的人生才开始, 未来还很长, 我不能成为你的拖累。 那次对你发火, 是因为突然疼痛, 我怕自己在你面前漏了线。 跟你争财产, 意图伤害你, 都是我故意的, 为了让你对我失望, 让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渣男。 蒸蒸, 只要你可以好好的, 我无论怎么样都无所谓, 只是苦了孩子。 说到这里, 乔斯白已经泣不成声, 他用力抹了一把脸上的眼泪, 孩子没了也好, 你就没有任何拖累, 可以开始新的人生。 你这么好, 将来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 替我爱你。 我希望这个优盘你永远都不要发现, 就算发现, 也是在你找到新的幸福之后。 到时你若是愿意原谅我, 就在我坟前放一片四叶草, 让我知道, 我这个渣男幸运地被你原谅。 视频播放了多久, 我就哭了多久。 恐惧悲痛一圈一圈涌进我的身体, 让我每一寸骨头都在颤抖。 仿若一张大网遮住世界的阳光, 黑尘冷记的气息不顾一切挤进我的身体。 我又失去了对这具身体的控制。 怪不得他出轨出得这么毫无征兆。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只是为了有理由, 一个人躲起来死掉。 乔四百,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酷? 我抱着自己的肩膀, 像条逼临死亡的鱼, 通红的眼睛看不清前路。 蒸蒸, 怎么了? 阿月回来, 看到我不对劲, 急忙冲过来抱住我, 不停轻拍我的后背, 蒸蒸, 你别吓我, 这是怎么了? 你别不说话, 哭几声好不好。 是不是乔四百那个渣男, 又来欺负你了? 四百不是渣男。 我抱着脑袋嘶吼, 大颗的眼泪滚落, 四百不是渣男。 我要去找四百, 他在哪里? 阿月被我吓坏了, 手忙脚乱, 拨打乔四百的电话, 可是却被告知不存在。 打去他公司同事, 却被告知早已辞职。 公司辞职, 电话不通, 我的四百在哪里? 乔阿姨? 对。 我赶紧抖着手点开手机, 手机晃得厉害, 我根本按不了号码。 闺蜜扶着我的手, 帮我找到乔妈妈的电话打过去, 对方提示电话已关机。 我扔了手机, 双手垂打着脑袋, 为什么我这么笨? 为什么我不多注意她一点? 为什么要怀疑她? 现在我要去哪里找她? 蒸蒸, 不要这样。 闺蜜紧紧抱住我, 哭得稀里哗啦, 一定有办法的, 一定可以找到她的。 阿月开车带我去了很多地方, 甚至跑到乔斯白的老家。 可是大门上挂着大锁, 锁上落满尘土, 家里好像很久没有人住了。 问她的邻居, 都说是乔斯白挣了钱, 把父母接城里去住了。 跑了两天, 一无所获。 我吃不下东西, 肉眼可见地瘦了下去。 阿月开着车, 还不忘安慰我。 蒸蒸, 别担心, 只要她还在世上, 我们就一定可以找到她。 可她若不在世上了呢? 想到视频里的内容, 心脏像被一只大手攥住, 疼得我几乎直不起身体。 窗外的灯红酒绿一闪而过, 在我的视线里留下一道幻影。 停车? 我突然大喊, 那个女人, 她一定知道乔斯白在哪里。 很快, 我就看到了她, 她靠在一个男人怀里, 娇笑着灌她酒。 我冲过去, 不管不顾, 拉起她就走。 你谁呀? 干嘛呀? 我就当听不到, 一直出了酒吧, 才放开她。 乔斯白在哪里? 什么乔斯白? 别耽误我工作。 她皱着眉头揉了揉手腕, 瞪了我一眼, 就准备回去。 给你十万? 告诉我, 乔斯白在哪里。 她终于认真打量我, 吃笑一声。 哟, 原来是你呀? 怎么? 发现真相, 受不了了。 她在哪里? 我红着眼盯着她, 不在乎她的挖苦。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里? 她雇佣我冒充小三, 付了我钱, 我们就不再联系了。 她吹了吹指甲, 眼中闪过一抹精明, 不过, 我能联系到她。 我给她转了二十万, 得到了乔斯白的下落。 站在医院大门前, 双腿像灌满千块, 沉重地抬不住。 阿月扶着我的胳膊, 担忧地看着我, 蒸蒸, 阿月, 我好怕, 我怕见不到她, 又怕见到她, 她抱住我, 轻拍我后背, 我明白, 蒸蒸, 可是不管怎么样, 都要去面对的。 我们现在应该庆幸, 提前发现了忧盘不是吗? 若是几个月后, 安慰我的人, 哭起来比我还凶, 她也看了那个忧盘。 当时又哭又骂, 哭乔斯白短命, 骂乔斯白自私。 阿月说得对, 她就是太自私了, 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忧然就来了力气, 我正开阿月, 一口气冲到病房门口。 我想好了, 见到她, 一定要打她几巴掌, 再狠狠骂她一顿。 可是, 当我看到病床上那个, 剃光了头发, 瘦得不成人形的她时, 我抬不起手, 也骂不出口。 丝白, 床上的人猛然转头, 看到我, 惊慌地藏在被子里。 你来干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不会还想缠着我不放吧? 我冲过去, 浮在病床上, 隔着被子抱着她瘦弱的身体。 丝白, 我都知道了, 你这个骗子, 你骗得我好惨。 被子里的身体开始颤抖, 裹着乌叶的叹息, 争争, 求求你, 走吧好不好。 我不想你看到如此丑陋的我, 不, 我拼命摇头, 眼泪大颗滑落, 在被子上运湿一片, 丝白, 让我陪着你。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都是我老公, 是我最爱的男人。 我需要你, 孩子也需要你。 孩子? 他窃窃拉下一脚被子, 眼里既是期待, 又暗藏伤痛。 我不顾一切吻过去, 直到眼泪的咸和血液的心在口腔交缠, 才依依不舍离开。 抓住他的手, 放在我肚子上, 对, 我们的孩子, 他不想离开, 所以我留下了他。 丝白, 我好笨, 还不如孩子聪明, 他一定知道爸爸很爱他, 才不舍得离去。 我卖了房子, 在医院旁边租了一套三室, 让乔爸、乔妈住进去休息, 而我则日日待在医院, 陪在丝白身边。 他的身体随着一次次化疗, 越来越差, 有时候连大小便都控制不了。 我知道他敏感, 自尊心强, 没有找护工, 所有事都是亲力亲为。 这个爱笑的男人, 突然转了性子, 时不时会红了眼眶, 泪眼朦胧。 我笑他, 这么大人了, 生病竟然会哭, 要被孩子笑话了。 他眼眶红得更厉害, 抱着我, 恨不得把我揉进他的身体。 蒸蒸,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了。 如果不是那个幽盘, 你现在一定可以, 我堵住他的嘴, 没有如果, 我庆幸你留下那个幽盘, 庆幸自己早早发现。 四百, 你不知道, 我多庆幸自己来得及陪你最后一程。 四百, 就算没有那个幽盘, 人生还有数十年, 真相不会一直被掩盖。 若有一天我知道真相, 却只能看到你的墓碑。 四百, 我不敢想象, 那时我的世界将如何崩塌。 乔四百紧紧抱着我, 胸腔颤抖得不成样子。 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四百的精神也越来越差。 他痛得越来越频繁, 时常会陷入昏迷。 乔爸乔妈天天偷偷哭泣, 在我面前时, 却又不停安慰我。 他们是很好的人, 从来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 乔四百和我离婚, 他们也没有跑来找我哭诉。 只有乔妈挂念我肚里的孩子, 偷偷给我打电话, 还被阿越骂了一顿。 可是做父母的哪个不心疼孩子? 他们眼睁睁看着唯一的儿子受苦, 却什么也做不了。 乔四百又一次昏迷后, 乔妈哭着冲出病房。 乔爸追了出去。 我亲了亲四百苍白的脸, 也追了过去。 医院拐角的楼梯间, 压抑悲淒的哭声 几乎震碎我的心脉。 四百, 我的儿子, 怎么办? 我就要没有儿子了, 为什么我那么好的四百 却要得这样的病? 为什么呀? 我的四百怎么办呢? 好了, 好了, 不要哭了。 别让铮铮听见, 四百这样, 对他来说才是最残忍的。 我们不能倒下, 四百走了, 还有铮铮, 还有孩子, 他们需要我们呢。 我靠在墙上, 眼泪如磅礴的大雨, 雷声进入心脏, 轰隆个不停。 四百, 你有世界上最好的父母, 你怎么舍得离开? 四百的情况愈发不好了, 医生隐晦表示, 大概就在这几天了, 可我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我一觉醒来, 乔四百不见了。 惊慌地跑到医院办公室查了监控, 发现他天还没亮, 就一个人离开了医院。 恐惧如潮水般涌进来, 我咬着手背, 拼命制止着眼泪, 告诫自己不能慌, 要冷静。 我把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列出来, 大家分头去找。 整整一天, 我们跑遍所有地方, 问了很多人, 都没有找到他。 乔四百, 你去了哪里? 我的精神摇摇欲坠, 肚子也开始抽痛。 乔妈倒在乔爸怀里, 哭得肝肠寸断。 阿月发现我不对劲, 冲过来抱住我。 蒸蒸, 你怎么了? 蒸蒸? 乔爸乔妈, 顾不上伤心围过来。 蒸蒸, 别着急, 我们再去找, 一定可以找到四百的。 你肚子里还有孩子, 你千万别激动啊。 我抓着阿月的胳膊, 努力深呼吸, 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没事, 只是有点累, 手机突然响起来。 苏征吗? 我是李校长, 四百在学校里。 他不让我告诉你, 可是他情况看上去很不好。 我们赶到学校的时候, 李校长正在教学楼下等着我。 我无比庆幸上次校庆, 学校邀请我来演讲, 离开的时候和李校长互留了手机号码。 来到教室门口, 看到坐在位子上专心绘画的男人, 我似乎又看到早起的少年少女。 那时候, 少年用三百五十元给自己找了一个笨蛋老师。 说是帮他补习英语, 其实我口语差得一塌糊涂。 四百, 他回头冲我笑了一下, 蒸蒸, 你来了, 我马上就画好了, 你先不要过来好不好。 好。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 夕阳穿透窗户, 在他身上铺了一层浅黄, 光运中, 他的侧脸似乎回到少年模样。 我心里暗暗祈求, 时光啊时光, 求你带他回到少年时代, 求你把他的疼痛都转移到我身上, 求你下辈子再把他送到我身边。 四百, 披着余晖的他突然垂下脑袋, 手里的画笔咕噜噜滚落。 四百走了, 他的脸贴在画纸上, 手指勾住画上少女的手指, 唇角含笑, 闭眼的时候留下最后一滴眷恋。 可是四百啊, 你怎么忍心不和我告别呢? 画上的少年, 手肘撑在桌子上, 拖着脑袋, 侧头含笑, 看着身边的少女, 少女看着英语课本, 苦恼地抓着头发。 这是我们的开始, 现在亦是我们的结束。 我辞了职, 捧着她的骨灰, 跟乔爸乔妈回到他们老家。 几个月后, 我生下四百的儿子, 他长了一双跟四百一模一样的眼睛。 小小年纪, 桃花眼已是格外勾人。 清明节, 我带儿子去看四百。 一路上, 他开心地蹦蹦跳跳。 妈妈, 我的作文得了一百分。 我要读给爸爸听。 好。 作文题目, 我的爸爸, 作者乔念白。 我的爸爸从来没有回过家, 他独自住在一个地下城堡里。 妈妈说, 爸爸虽然没有回来过, 但他很爱我。 他说, 爸爸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勇敢, 善良, 坚强, 是一位勇士。 我想, 我的爸爸一定是像太阳, 每天早早起来绽放光芒, 努力温暖所有人, 到了晚上却落入大海, 把孤独冷漠留给自己。 四百, 你听到了吗? 你是儿子的骄傲呢?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